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些欣喜的欣赏了一下之后 就随手两颗小火球扔了出去 将两具尸体呢烧成了灰烬 然后他带着驱魂在附近的上空盘旋了一圈之后 人就飞天而去 这次他直奔那新如荫居住的小山飞去 他希望这个女人的住处够隐蔽 应该不会同样遭了毒手 两三个时辰之后 杭丽飞到了新如荫居住的无名小山 一望此山上雾气依旧 一副完整无损的模样 杭丽心里边太高兴了 想了想 不敢贸然的降下呀 而是在半山腰的高空中停了下来 然后从怀里边取出了一枚传音符 轻声说了几句话 就将它扔了下去 传音符所化的火光 在下方的上空闪了几闪之后 就漠然消失不见了 但同时啊 大谷的雾气升起 转眼间将杭丽的身影彻底的掩没在旗内 杭丽只居眼前一花 四周到处都是百余丈高的参天大树 他呀 就像蚂一样的身处一片巨林之中 不仅心里一惊啊 身形却一动不动 但他知道 接到传音符的新如荫 应该很快的就会将自己接进去的 果然片刻之后 四周的巨树如幻影般的重新化为了浓雾 接着对面的雾气一阵翻腾之后 露出了一个仗许高的通道出来 杭丽毫不犹豫的催动神风舟和驱魂走了进去 通道非常长 韩丽飞了六七十丈的距离 才隐隐的看到了出口 精神不禁一阵 可就在他离出口六七丈远的地方的时候 突然一声有些嘶哑的女子的声音传来了 韩前辈 你身后那人是何来历 你不应该带陌生人来此的 杭丽听了这话 赶紧解释 心姑娘 误会了 我身后的这个人呢 他不是活人 乃是在下恋话的一句假诗而已 姑娘 用时时略查一下 你就清楚了 韩丽说完之后 已自觉地停止了前进 而等说话的心如荫 辨识了一下驱魂的僵尸身份 果然 片刻之后 心如荫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是如荫误会了 韩前辈 快请进吧 心如荫的声音里面呢 有着歉意 但韩丽撒然一笑 毫不在意地驱动神风舟 飞出了通道 韩丽刚一飞出 眼前一亮 以前曾来过一次的竹屋群出现在了眼前 在竹屋的前面 则隐隐抄抄的站立着几名女子 正是那心如荫和其身边的俏丽丫鬟 这边二人一身的素白衣裳 心如荫还一副少妇的打扮 这一下子让韩丽愣住了 为亡人心事 给韩前辈建立了 心如荫见到韩丽出现 上前轻盈盈的失了一礼 只是她一脸憔悴的病容 让韩丽见了 暗生狐疑啊 心姑娘 不必多礼了 这个时候 心如荫身后的小丫鬟也上前给韩丽建立 显然啊 心如荫 没有想在这里就和韩丽常谈的用意 她强笑着将韩丽引进了一间比较大的竹屋 一进屋子 韩丽心里就惊呆了呀 只见正对屋门的一张木桌上摆放了一个漆黑的灵位 上面竟然书写着 夫君齐云霄 在灵位前面还有一个小香炉 上面点燃着几根香烛 徐徐冒着清烟 看到这一幕 韩丽怎么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齐如烟竟然已经身亡 这太让韩丽意外了 于是震惊过后的她 轻叹了一口气 主动上前从桌子上抽出了一束香烛 点燃后 拜了两下 就轻插到炉中 心姑娘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这话说了就成了 韩前辈跟我到另一间屋内 我跟前辈好好讲一下 心如鹰 眼圈一红 有些软弱的说道 如今的心如鹰 哪儿还有丝毫 韩丽记忆中的精明强干的模样啊 完全是一个让人怜惜的小女子 韩丽健壮 只能默默的点点头 于是 韩丽在心如鹰的带领下来到了隔壁的屋内坐下 小丫鬟则手脚麻利的给韩丽切了一壶茶 韩丽亲密了一口香茶 沉声的说道 没想到 真没想到啊 这几个月没见 齐道友就身遭不测 真是造化弄人呐 哎 对了 还不知道心姑娘和齐道友是何时结尾的夫妻 再下入之道 一定事先送一份贺礼啊 听了这话 心如鹰露出了苦笑 还没有等他开口说话 他身后的俏理丫鬟 道先替他回答了 前辈 我家小姐是在齐公子遇害后 自愿过门给齐公子守寡的 这句话让韩丽十分愕然 不禁朝心如鹰吃惊的望去 小梅说得不错 我的确是自愿给齐公子守寡的 心如鹰看到了 韩丽的目光充满了惊疑 缓缓地点头 这 这是 妾身深受齐公子数次救命大恩 早就无以为报 若齐公子安然无恙 我迟早也会嫁给他的 现在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心如鹰伸出了一枝洁白的欲望 轻挽了一下额前的一柳绣发 镇定自如地说道 听到这里 韩丽自然不好再说什么了 下面 心如鹰就将齐云霄遇害的经过 悠悠地给韩丽讲起来 原来啊 韩丽刚走的一段时间内 齐云霄和心如鹰 真正的按照韩伟的嘱咐 很小心的轻易不肯出门 但是两个月之后啊 心如鹰因为研究阵法 急缺一种非常稀有的材料 就不得不打算去附近的访市走一趟 结果 此事无意中被齐云霄知道了 这位正一心追求心如鹰的痴情种子 自然一口将此事给揽了过去 就离心如鹰跑了一趟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上次韩丽救心如鹰的时候 跑掉的那些修士 竟然是原武国最大修仙家族之一的富家 一下子有这么多嫡系子弟莫名的失踪了 那么富家自然要彻底的追查此事 结果在附近游荡了一两个月的富家修士 就碰上了一头冒出来的齐云霄 若是齐云霄心机构成 阅历丰富 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 倒也不是不能应付过这一关 但可惜的是啊 他实在是老实过头了 别人只问了几句相关的言语 他就惊慌了起来 这自然引起了富家人的怀疑 顿时就要制住他 并将其带回去细查 齐云霄自然不肯束手就擒 结果仪仗身上的法器不错 硬生生的从几位富家 练起其修仙者的手上逃了回来 并马上跑回了住处 哎呀 这样一来呢 齐云霄可就招惹了杀身之祸呀 富家的修士不久就寻踪密集的追寻到了他的住处 结果被齐云霄的大阵一连杀伤了十几位修士之后 富家惊怒之下 竟然出动了一名结干期的大高手 结果经过半天的强攻 竟硬生生的砍掉了外面的大阵 可没想到的是 齐云霄见识不妙 又急忙在大阵后 又布下了一个比较厉害的幻阵 竟出其不意的 暂时困住了这位杰丹齐修士 而他呢 则忏着这个机会 就逃之夭夭了 可是其他的富家修士 当然不会就这样的把他放过的 结果呢 齐云霄虽然依仗残余的阵法 逃出了对方的围杀 但那位掌柜的中途却当场战死 他也是身负重伤 逃到了新如荫的住处就咽了气 而富家却还茫然不知 仍然恼怒至极的到处搜查齐云霄啊 并且还在其住处专门留下人日夜监视着 这才引出来 杭丽击杀了一老一少 两位富家修士的一幕 听完了新如荫的讲述之后 杭丽心里边有些黯然呢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 网址5TTS.com 虽然他还谈不上和齐云霄 是多么好的至交好友 但齐还真是一个蛮不错的人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身亡 真是世事无常啊 韩前辈来到这里是为了那古传颂阵之事吧 说完事情经过的新如荫 忽然冷静至极的问道 这个事情不急 汉里脸上露出了尴尬之色呀 你这毕竟人家名义上的夫君刚死 现在实在不是询问此事的恰当时候 那传颂阵我修复的差不多了 再给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彻底完工 新如荫似乎看出了汉里的不好意思 就自顾自的说 真的啊 韩里精神一震啊 是真的 我不但会将传颂阵彻底修复 而且还有两样东西要送给韩前辈 新如荫不动声色的说道 并立刻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两个玉匣 放到了桌子上 这是 这两个匣子 一个是我夫君的云霄心得和他收藏的炼器典籍 另一个则是我在阵法方面的所有心血和大量的阵法道书 我希望前辈能够收下这些东西 听到新如荫这么一说 韩里心中一领 望了两只玉匣一眼之后 就盯着新如荫神色不变的问道 新姑娘 这是何意 为何要将这么珍贵至极的东西送给宰下 有什么话 如荫姑娘可以直接说吗 这些东西送给韩前辈 我只想要韩前辈一句承诺之言 新如荫丝毫不避讳韩里的目光 脸上露出了几分坚决之意 什么承诺 韩里虽然隐隐的猜到了对方的用意 但还是沉声问道 韩前辈若是有一天真能进入结单期的话 我希望前辈能够帮助我们夫妇灭了富家一族 彻底让富家从人物国消失掉 新如荫的声音 如同万年悬兵一样的寒冷 即使韩里听了也被他话里的恨意激得打了个冷战 韩里没有立刻答应或者说拒绝 而是紧皱双眉低头不语 其中的得失利弊 说句心里话 他还真是不愿意答应这个事 因为阵法和炼器之术对现在的他来说根本就是鸡肋一样的东西 除非结单成功了 否则根本没有这个时间来研究这些的 而且他也不愿平白招惹一个强大的修仙家族 更别说他也没有这个能力 我知道 这个请求对韩前辈来说很过分 但如荫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齐大哥之所以会死在富家人手上 都是因为切身引起的事端 若是此生不为我夫君报此仇 如荫就是死后也无缘在九泉之下 与其相见 韩里听到他说的这儿 双眉不禁一跳 忽然想起了什么事呢 猛抬手盯着心如荫的面容细看了起来 你这气色不对劲 让我拔一下脉吧 韩里说了一句大出心如荫意外的话 但声音里边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口气 歇如荫眼中闪过了一丝异色 犹豫了一下 还是听话的将一只欲望递给了韩里 韩里不客气的将两根手指搭在了上面 然后一丝丝的灵气注入到他的身体中 你知不知道 你的经脉全都萎缩了 这样下去 两年内就会丧命的 韩里抽出手冷冷说道 切身自然知道 我的身体自己还不清楚吗 我的体质是龙阴之质 男体错生女而身 强行修真的话 寿命经脉 会渐渐错位萎缩 能活到今天 已经是侥幸至极 当初我费尽了心机 找到的一份古方 自以为可以治愈此症 可是 还是失败了 倒白白浪费了齐大哥 替我寻买的许多灵药 小姐 心如荫背后的丫鬟 不禁难过的叫出声来 没事的小梅 可以早一点和齐大哥 在下面见面 我还求之不得呢 看到这一幕 韩里的脸色柔和了下来 并且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有一些 对他联系起来 但可惜呀 对心如荫这样的绝症 和同样的束手无策 也只能看了他以后 相消欲允 既然韩前辈知道此事 也应该明白 如荫为什么这么做了 虽然前辈 现在只是住击期的修士 但却是我和齐大哥认识的 唯一有可能帮我们报仇的人 我不需要前辈发什么誓言 只要一个承诺而已 这样 我才能安心的走掉 韩里单手使教的揉了揉鼻子 大敢左右为难 但医生想了想之后 忽然问道 齐道友也是修仙家族的人吧 难道齐家不会帮他报仇吗 齐家 他们呀 只是元武国普通的家族 又怎么敢得罪父家 况且齐大哥 还是齐家逐出门外的外戏子弟 他们呀 就更不会关心此事了 而我的一身所学 则全部来自一位 散修中的无名诊法大师 但是这位齐人 已经逝世很久了 心如音似乎明白 韩丽话里的意思 轻声的将齐云霄和自己的来历 略微交代了一下 听到这里 韩丽心里头黯然无语 看来他还真是此女唯一的选择呀 好的 我可以给齐姑娘一个承诺 不过 我只会在能力足够的时候 才会出手的 这个机会 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的 你不后悔吗 这就够了 只要能给我个希望就可以了 切身先多谢韩前辈了 心如音听到韩丽说答应了 不禁展眉一笑 对时整个人都显得是娇艳无比 韩丽被对方的艳容给震慑的一呆呀 但是随即摇了摇头 不客气的 把袍袖往桌子上一扶 两个匣子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被他装进了储物袋中 既然要一个月才能修复那古传颂阵 那我一个月以后再来打搅新姑娘 那我告辞了 韩丽起身不慌不忙的说道 趁此时间空隙 他还真有些事情需要处理啊 切身恭送前辈 心如音没有多加挽留 恭敬的说道 于是 韩丽带着驱魂从小山上 玉器飞出 这才往天兴宗的仿式飞驰而去 一天之后啊 他出现在了仿式的附近 并随手从储物袋中找出了的斗篷 遮住了面孔 这才带着驱魂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 走在访式的街道上 韩丽望着人来人往的众多修饰 心里是惊讶至极啊 访式内来买卖交易的修饰人数 最起码是在上次来此地所见的数倍之多 而且人人都一副急匆匆的样子 里面还有不少访式内罕见的 助机器修饰 难道又要出什么乱子 大家伙都来仿式买救命的武器吗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原修仙传第188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频数网 网纸5tts.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